主席 我們請劉董事長 麻煩請劉董事長 劉董事長 我想問你一下 你在民國幾年 到了這個單位來 97年8月12號 事情發生的時候你在不在 發生的時間點是96年 購買連動債 那不在 那是黃董事長決定的 那我們現在就談他的這個 法律的這個問題 這個連動債購買 他有一定的這個程序 一定的程序 那包括董事會 有沒有通過當時董事會有沒有通過 我們查的是 因為當時 當時的授錢是50億以下 由董事長 所以沒有提董事會 董事長50億以下 是董事長核存 那他這個連動債購 當時是多少金額 最大一筆就是 雷曼兄弟 那是美金1.5億 換成當時的 幣值是49.14 對這個就是避開 避開他的 這個就像 那個工程在花包 那個為了 這個一段一段的 避開50億的規定 所以董事長 要完全掌控 完全掌控去投資 所以這個真正的問題 是發生在董事長的身上 因為董事長他有這個權利 50億以下由他 來這個決定 他個人不需要經過董事會 那他就可以決定 這個就是 我們的當時的這個授錢 授錢是 董事會授錢的 還是我們的法律上 有這個授錢的 有這種規範 那個分審付者授錢辦法 是經過股東大會同意的 股東大會同意的 那股東大會同意的 我們股東大會 說真的也很好控制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席次裡邊 只要經過這個股東大會 我們所佔的這個比例 超過51% 那他就可以了 那當時的董事長是官派的嘛 對不對 是官派的嘛 是的 那官派的 今天這個董事 照理來講 今天這兩位 去談這個雷動 這個雷辦的 這個這個 這個再見 雷動再見 那麼 也應該是授錢 被授錢去談的嘛 這兩位 是的 是不是 是經過 董事長直接授錢的 還是經過董事會授錢的 董事長 那董事長 如果董事長授錢 這兩位去談的話 他可能就沒有這個潛力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位是在董事會以外的 那董事長授錢他到美國去洽談 或者是在我們國內裡邊 像我們 這個 有在賣 聯動再見這些 銀行裡邊 去洽購 這個 連帶 這個 聯動再見 那麼 照理來講 這個已經涉及到 背信了 因為 從英安法裡邊 如果說 審查單位 他 在這個估價 如果有不死的估價 超高的這個估價 那他必須要去負起這個背信的責任 那麼 銀行也可以向他追討 追討 這個不當 造成損失的這些 這些金額 那今天 聯動再見所 發生的這些問題出來 負債了 我們這個虧損的109億 那虧損的這個109億裡面 其實董事長要負最大的責任 因為董事長是 被授錢的嘛 那他今天能夠被授錢裡面 這個層級 不應該說 只有這兩位 職員 不應該只有這兩位職員 是包括董事長 他必須要把層級拉高 就是說背信的這一部分 把層級拉高到董事長 因為他是 被授錢執行他的職務的 五十億他是切割 他是把他切割 五十億以下 五十億以下 分做幾次 他全部是分做幾次去 去購買這個聯動再見的 你知道嗎 他分做幾次 就一次 那 有損失的一百多億怎麼會只有一次呢 那是不同的商品 不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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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聯動再見 這個虧損多少 聯動再見 就 會計師查合以後 大概一百億 那一百億不可能是只有一次嘛 你說一次 一次一百億 不不不 總額 對啊 我剛剛這提到嘛 應該是分次嘛 對 分次分別 那去投資的嘛 是的 那分這一次 五十億以下 那第二次也是五十億以下 那今天虧損到一百零九億 就表示說他已經超過 聯動再見已經超過五十億的嘛 這一百零九億都是聯動再見嘛 不不不 那其他的呢 其他損失的呢 另外 聯動再見是 絕大多數 最主要一比 聯動再見損失多少 最主要就是雷曼 五十億 然後一山銀行 三十四點六億 那其他還有 法國巴黎銀行等 這個裡面就有問題啦 是 我真的有高度的懷疑 這個除了背信以外 裡面有涉及到貪毒 是 一定有涉及到貪毒 因為他為了齁 取得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李磚的這個用金齁 李磚的這個用金 然後去去做他的 這以他的值錢齁 那麼去做決策 我十億以下 他自己去董事長做決策 這個裡面 可能涉及到用金的問題 變成一種貪毒的案件 並不是完全是一個背信的 除了應該負擔的這個背信 我覺得說他在打這個官司齁 當時這兩位啊 在打這個官司的時候 真的非常高興 能夠把背信的這個責任 法律責任 變成一個不違背職務 這個無背信的這種這種責任出來 這是非常高明的一個一個 一個官司齁 訴訟齁 達到他的這個目的出來 所以今天 這個案子發生 到現在為止 沒有人去提到說 當時的副總經理 當時的這個 這個董事長 他授權的 既然董事長授權 董事長就要 互完全責任 不是說只有記過 不是說只有記過 他必須要被追逃 以背信 因為授權給你 你就不能去做這個方面 如果有涉及到法律問題 背信責任 或者是不當得利 或者是不當的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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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這種程序的話 程序未符合的話 他是要負這個責任 那五十億是非常大的 我想 今天你是董事長 今天授權你董事長說 五十億以下 你可以做成這個決策 你可以去執行 我現在已經把大幅降低了 假如說五十億以下 以你現在董事長 你敢不敢做這麼大的決定 跟委員報告 我每一案都提董事會 對 對不對 對 要提供智慧嘛 對 那最起碼要經過董事會同意嘛 對不對 沒有說完全說一個董事長 能夠被授權到五十億那麼高的這個投資 是 而且在這種這種轉投資裡面 造了這麼大的一個虧損裡面 當然董事長要負責任 我想我們應該去研究 這個 這個研究 是不是 對這個前任的這個董事長 採取法律行動 除了背信 違背職務 除了背信 違背職務 跟他的賭職 跟查查 他有沒有收起這個回饋 這個用金的這個回饋 我們今天法務部裡面齁 陳文吉有沒有參試在這個地方 我想他也應該聽到了 應該聽到 其實這個可以 法務部應該去追查一下 是不是董事長齁 有在這方面裡面有涉及到貪圖的這個行為齁 那今天我在這個地方 我想要了解一下 我們金融幾項 像我們現在這個這個 我們 融為金庫齁 我跟你講我現在先問董事長齁 你現在的這個薪水大概一個月多少 三十萬 二十萬的薪水十萬年的特資費 十萬年的特資費 特資費 那特資費是 特資費你就就 我就不在講 你的薪水是二十萬 對 二十萬應該是 快要比照這個部長級 部長的薪水 差不了多少 我們主委好像也只有二十幾萬 也只有二十幾萬 所以薪資薪水相當高 不過在金融界裡面 金融界裡面你說 一個月二十萬 事實上算起來也不是很高 也不是很高 那我在這個地方 也希望說今天我們這個修法 我想涉及到很多的 這個 從股東的這個比例 我們光股的代表 從三分之一 要代表變成 修到五分之一 那這個已經弱化我們光股了 修到五分之一 等於弱化我們的光股 那 這個五分之一以後的這些 這個名字裡面 再去用顯 顯認的 要顯派的 這顯認 因為推顯 推顯了以後 來當這個董事 事實上這個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危險 因為如果經過顯認了以後 經過顯起 產生了這個董監事的話 那萬一我們光股 沒有辦法 但占到 在這個這個這個 占到這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話 那這個整個這個就被 被控制了 我們農業金庫都被控制了 被民間控制 那民間控制了以後啊 非常非常的危險 我想我們現在農業金庫裡面 全部的資產有多少 六千多億 六千 現在六千多億 是的 有六千多億 這六千多億裡面 如果說 用這個 用顯起產生的 用顯起產生的 雖然我們的光股裡面 有百分 佔百分之四十九 四十九 是很容易 很容易 取得這個董事長的這個 這個 這個位置 但事實上 如果用顯起產生出來的話 那可能將來 有一天會不會董事長 這個這個這個會會會 董建事裡面 會被占半 這個半數以上 會被民間 啟得 很容易被民間啟得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非常危險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啊 我們當然是今天修這個法 是提出來 我們會員謹慎了 會員謹慎來這一個修法 那另外有關於發行這個 一個信用卡的部分 我想發言信用卡是非常好的 因為 為了提高 我們農業的這個經營 但是 我在這個地方 大家建議一下 信用卡現在 當人家 詬病的 就是因為他的利息太高 那今天我們是 站在農會的角度 要鼓勵 來持卡 來申請信用卡 我們的利息 以最低跟最高的這個 我們基本的信用卡的利息 好像是只有6% 最低好像只有6% 6%到20% 那我們是不是說 這個農會 既然要做最快信用卡 我們是不是 能夠把這個利息降低 不要說 比照其他銀行 很惡劣 就是說他們把這個信用卡 最高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利息 那麼以最高18%到20% 甚至於循環利息 包括循環利息 包括循環利息 都已經超過30%以上 包括循環利息 都超過30%以上 這是非常可怕 而且是 這個欺負 欺負 欺負這個弱勢 弱勢 好像有錢人 欺負 沒有錢人 所以我們農會 基本上來講 我們應該照顧 這個農民 照顧農民 我想到時候申請信用卡 應該不只農民 如果我們利息 能夠降低的話 我們是不是能夠自己耶穌一下 能夠先做一個規劃 我們是不是能夠降到 這個12% 或者是15%以下 這樣來 你才有跟人有競爭 能夠先 你要 那個拚要圍繞中間 要讓人覺得說 我信用卡 我神經的中間 融會的信用卡 才15% 融會的信用卡 才12.5% 那人家就願意到你那邊去 你的客戶 就是客員 就會多了 你的客員就會多 你的業務 就會成長 當然 我寧願 在我們審查的這個過程 要嚴謹的審查 申請信用卡的人 要嚴謹審查 而不是說 像以前 浮爛的這個花卡 在路邊擺一個路邊攤 然後就 你來申請我就給你 你來申請我就給你 我們要嚴格的審查 因為融會這一塊 它絕對不能夠 像一般的銀行這樣子 融會這一塊 是禁不起任何的衝擊 萬一有一家 發生的狀況 那個整個政府的形象 就會破裂 就會受到傷害 所以我們在審查 這個申請信用卡的 應該嚴格審查 嚴格審查是在保護他們的潛力 也保護了我們自己 這個金融單位的這個潛力 所以為了雙贏 我認為說利息 不要去像一般 你們現在是按照銀行法裡面 能夠高達到百分之二十 最高百分之二十 甚至於循環利息也在裡面 但是我希望說 融會在花信用卡的時候 不要去做循環利息 我想這個突破的話 對整個台灣的金融 這個用卡人的潛力 才能夠受到保障 才能夠達到真正的公平正義 而且我們要做給人家看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指導 謝謝委員指導